美方AIT处长丽英杰表示 自由与压迫两种愿景之间的地缘竞争 资讯战场的感受最深 台湾面对中共难缠对手 美台正合作立抗资讯战 台美合办科技挑战赛 因应资讯战和不实讯息 由台湾以色列团队拿下第一二名 首奖奖金大约500万新台币 其实假的讯息就像一个病毒一样 然后这些有问题的这些群组们 它事实上就像一个超级的传播者 它会透过交叉船很快的 就会散布出去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表示 错假讯息的传播和病毒很像 社会的群体免疫力很重要 我们采取一个全社会参与的一个方式 当这个族群有超过70%的人 知道这个讯息是假讯息的时候 那这个错假讯息就不会再往下传播 这次有来自台湾 以色列 澳洲的七个团队参赛 获奖者表示 借此打开了许多门 期望未来更加强跨国合作 我们希望第一个可以跟这些 这次比赛 可以有一个合作 新唐俩带电视 陈辉某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开放